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放地上 12月24日 考古队员将内外观之间的精气提取出去 一二三三五 太真冷了 注意 小心点 在这边放冰 不要忙 放冰 放中间 放中间 好 比较沉啊 小心点啊 没事 没事 这是考古进行时节目组 第三次光顾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了。 果室内和棺板间的文物已然提取完成,万事俱备,准备开棺。 慎重起见,撬开内棺棺盖,查看实情。 棺外的随葬极尽奢华,棺内会有什么样的随葬? 五年来,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都将对牧主人身份的探究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刘鹤,但能够证实牧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尚未找到。 大漠的主人到底是谁? 打开棺棺盖,便能真相大白。 尽管说,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急切地希望开启棺棺,但考古发掘容不得半点闪失。 就目前这种,你们看到这种情况,是你们下一步咱两个方案,现场清理,还有一个掏箱体系,你们倾向于哪种方案? 从我感受来讲,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套箱,整体套箱拿走。 考古队决定,舍弃现场开关的第一套方案,实施第二套方案,将关就整体套箱取回实验室,再做开启。 大墓里出土的金器到哪儿去了? 文宝用房。 考古队员在大墓里一共提取出来了285枚金饼。 出土的金饼,清洗前后都要严格登记。 高十一是264.6,然后它的直径是65.78,265.35,26,262.89。 285枚金饼中,唯一的一枚小金饼。 34.67。 你能搭在你的背上。 它其实像个微子。 哇,这可能不是这个…… 确实说是不可偷的,有点吗? 对,对,对,这个典型,那个微子,对吧? 符的东西,都是这种,包包的。 人家晨重线或水冻性,都能干净的。 上面没有饭盖的,不是什么和饭,就单饭。 因为这个底下一个…… 她本人家带骨。 我认为它这个颜色, 这边这个料子, 这边这个料子, 刮到一容器里边, 一容, 干锅里面就搁这锅, 这款用的, 没没事, 这个大干锅往哪儿倒了, 怎么可以走啊? 几乎所有的金饼上, 都有不规则的军令, 金饼的制作工艺粗糙, 单体重量存在着明显差异。 马蹄金, 大木里出土的马蹄金分大小两种规格, 因为以马蹄为样本铸造, 这种金器故而有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马蹄金。 与金饼不同的是, 所有马蹄金的做工都极其精细。 这枚马蹄金欠着的黑色物质, 一时间难以判断是什么。 灵纸金, 关于灵纸金的由来, 汉书说, 汉武帝祭天时喜获白林, 武帝以此为集, 命筑灵纸金, 并赐予诸侯王。 海昏侯木, 灵纸金书首次出土。 这枚灵纸金中欠着的物质基本完好, 黑亮黑亮的。 这是上, 下, 对吧, 这直接就是一体的柱的。 清洗大马蹄金同样是个细活。 两千多年前, 皇帝将贵重的马蹄金赏赐给下属。 两千多年以后, 考古队员借助这种珍贵的文物沟通古金。 都弄完了以后再看, 再看里头, 要不然它容易就把它弄好了再水, 要不然它, 对, 在里面压得很厉害。 文室内充斥着的泥土, 都要被清洗出来。 如果它固定在上, 它不动着, 你就给它固定。 如果能取出来。 取出嵌在马蹄金中的乌黑的片状物质。 嵌在另一个马蹄金中的物质, 已经破碎, 闪现着光泽。 它就是玻璃, 就是贝壳状的。 如果有这种断肠的话, 就是玻璃。 就是玻璃。 你看它现在很多的那种颜色。 这个很明显。 这很明显。 这就是琉璃。 这个就是那个马蹄金上的那个琉璃。 你看到那个糟糕的那种状态。 这个都是琉璃。 这个保存好的, 这是保存差的。 琉璃啊, 这种玻璃器啊, 都是非常珍贵的。 在民间是很难看得到的。 一般都是在皇室成员, 和级别非常高的诸侯王, 上庆社会, 才能见到。 从这边往那边, 哪边都小? 还是从这儿往四? 都可以。 我觉得这一样, 都一样。 这一家也可以。 这就可以。 这可以。 你看啊, 你看, 这边好。 这边好, 这边好, 这边好。 疊压着的金板被分离开, 装进垫着海绵的文武盒, 一共二十块。 板面平盏, 细细查看未见文字和文饰。 金板有长有短, 薄厚大小不一, 重量各异。 清洗前, 最轻的一块552.2克。 最重的一块1197.9克。 在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 金板是首次出土。 大墓中随葬着如此多的金器, 这与史书中西汉时期 黄金储备盈族的记载是相合的。 将大量的黄金随葬进墓穴, 说明墓主人身份特殊, 有可能是第一代海昏侯, 也就是当过27天西汉皇帝的刘鹤。